FM 週末 第一代精選個股,葵程 香港市民在放寬0.3後 容約計劃,外遊之際 內地居民搭遲疫情緩和 防疫政策未再收紧,在现时的十一黄金周积极出行,带动相关投资机遇 经历8月内地疫情的小幅度复发后,目前内地每日新增感染个案再度回落到1000宗以下 另外9月也未见防疫政策重业 内地居民出行与肉强,在已有最伏常的9月中秋期间,出行人次已恢复到疫情前水平的73% 明显优于疫情高峰期间的清明和五一黄金周 以疫情数字和官方取态,都为国庆假期提供良好的出行环境 考虑到长达7日的十一黄金周,是往上内地人出行高峰,相机最大 如果旅游市场录得强劲表现,一众产业链股份可以有反弹动力 先上旅游平台OTA,是目前内地游客预订交通票和酒店房间的主流渠道 亦是摩根士丹利看好的出行受惠股 他们认为,现时专注本地,特别是低线城市业务的同情旅行表现较诫 而葵程就会受惠未来中国解除出入境限制的情景 葵程9月22日公布的第二季业绩,营业收入按年倒退32% 大奏成功纽规,录得归属股东的淨利润由6,900万 中金引述公司展望第三季国内与国际业务的复苏情况 可以作为行业近期的风向标 中金认为,短期疫情收服中,葵程拥有竞争格局优化 线上化率提升及发展红利 长期来看,公司拥有丰富的境外、境内外供给质资源 高质量的用户以及高可靠的服务能力 公司长期竞争力可以看好 该行预期,葵程2023年经调整的纯利可以增长312% 维持公司跑赢行业的评级 美股目标价是30.3美元 换算港股大约238元 较上星期收市价218.8元,有13%的上升空间 第二只精选港股是银如27元 澳门政府早前宣布四省一市内地团 赴澳门和电子签证的安排,最快11月初就会恢复 在仿澳旅客人数回升的前提下 预料有助豪岛股的博彩收入 以及酒店及救物中心收入回升 6只在香港上市豪岛股当中 作为南筹股之一的银如 一来就有路坦第三、四期的新项目 推出可以加强捕捉复苏带来的潜在机遇 二来它们截至今年6月底为止 拥有剩现金大约203亿 除了可以成復常进度挫充人手与业务 纵使復常进度不幸稍顺预期 亦有足够的缓充区 综合上述的因素 猿商预料,银如在今年全年虽然录得亏损 但EBITDA仍然可以按年微增3.8% 亦有望派发末期息每股0.19元 在明年在收入急增下可以扭规为盈 资银如8月中公布中期业绩以来 暂时有13间猿商给与银如最新的目标价 平均值大约是53.8元 交银如上星期收市价46.4元 高出大约15.9元 陆者可以考45元买入 初步目标是看50元 跌穿42元就应该止虚了